一资金涌进茅台酒产地 在人怀投资了 不存在这个招商领域的问题 我们是要选商 要选大商 选优商 茅台酒产地部分企业 却仍然遭遇融资难 我们可以赢还贷款的话 基本上是不难从头 没有抵押 所以说在电量上面走不上去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 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心一起一世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在周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 人物评审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们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关注了很多 近年来疯狂上涨的投资品种 比方说像玉石 普尔茶 红木 甚至大蒜 中草药和人民币等等 那么这些互相没有关联的投资品 搅动了市场 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而现在高端的白酒是频频涨价 收藏市场上 陈年老酒的价格 屡创新高 那么白酒的投资品 一军突起 就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赚钱项目 在贵州省已经有数百亿的万能资本 正在虎视眈眈 准备抢摊 那儿优质的白酒资源 我们来看记者在贵州的调查 8月下旬 记者来到了贵州省仁淮市的茅台镇 这里是茅台酒的产地 也是中国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 和贵州白酒的主产地 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山城小镇 聚居着近300家酿酒企业 周杰明的酒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从事这个本酒类行业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像这样猛烈的快速发展 周杰明告诉记者 前几天他刚从贵阳参加一个酒类博览会回来 这一次的收获让他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 三天下来我们总共签了12.6个亿的合同 这相当于我们10年的整个产值 在周杰明的酒厂 我们碰到了来这里考察的浙江酒商李荣根 前几天李荣根刚和这家酒厂签订了5.8个亿的购酒合同 他签的这个品牌协议就是主持人就全天销售5.8个亿 而且在我这里采购5.8个亿的酒 我手续问他你年财量多少 他说年财量目前是1600个亿 我给他算了1600个亿的话 他最起码要在20来个亿 要20来个亿 我说我可以取掉三分之一 5.8个亿 5.8个亿相当于周杰明酒厂一年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李荣根告诉记者他从事高档红酒生意十多年 家底还算雄厚 之前又和周杰明有过几次小的白酒生意交往 这次之所以如此的大手笔 是因为看到了这家酒厂未来的发展潜力 做大 我是想想我们有长远的眼光来看 不是说我们今天投资了 我先回报了 这就成就是买卖 对 长线投资 和李荣根相比 一些外来资本下手却要早得多 这也是一家位于茅台镇的酿酒企业 距离茅台酒厂仅仅五分钟的路程 1999年 天津天势力集团收购了这家酒厂 十多年的时间里 先后投入了十多亿的资金 对老厂进行改造扩建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 酒厂总经理张春新告诉记者 从今年开始他们还将继续投入巨资 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在追加投资三十个亿 在十二五末的时候 实现产能一万公 实现销售六十亿 这家酒厂位于茅台镇赤水河的上游 2007年7月 湖北一化集团增资阔股改制金沙教酒业 四年来累计投入资金近六个亿 而今年他们还要有新的动作 还要扩建 今年的一期就是五千吨 就需要投资七个亿 采访中记者发现 除了大型外来资本 一些个人投资者也开始盯上白酒 在这家酒厂的酒窖里 存放着数千坛刻有名字的酒 这位酒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酒既有个人收藏的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个人投资者 随着这几年白酒价格的普遍走高 选择这种方式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 茅台镇所辖的人怀市 是贵州省白酒的主产地 这里的白酒产量和产值 占到整个贵州的八成以上 人怀市经济贸易和酒类管理局 党组书记欧先奇一向记者透露 最近几年特别是这两年 来他们人怀市投资白酒的外来资本 呈现出从所未有过的井喷态势 到我们人怀投资啊 特别是做酱香白酒这一块 现在是可以说是丰荣而至 大集团大公司 包括国际性的知名公司 国内的知名公司 都想到人怀做白酒 欧先奇告诉记者 因为大量外来资本的涌入 在人怀招商引资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要选商 要选大商 选优商 欧先奇告诉记者 仅仅是今年 有意向来人怀投资白酒的外来资本 就有50家 这其中 既有像华润中良这种大型国企 也有像湖北一化 海南航空这样的民营资本 已经进入的 应该是在近100亿 100亿 然后准备进入了 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统计 进行了预测 在十二五末 十二五期间累计的 这个在白酒这块的投资 大概是500亿左右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上 惠州省的酒类企业 共签订酒类贸易合同1670个 贸易总额达439.7亿元 这个会上我们一个是传及了一个信息 就是白酒的春天 来了 我们还不敢签太多 因为签太多 因为这个产品量 现在我们还供不应求 一个人能够买走5.8亿元的白酒 十年投下十多亿的资金 一年涌进上百亿的资金 茅台镇贵州省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吸引着巨大的外来资本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资本大鳄如此看好白酒市场 这些外来资本的大量涌入 会给当地的白酒产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先来听一下投资者的真实的想法 刚刚和茅台镇一家酒厂 签下5.8亿合同的浙江酒商李荣根坦言 他真正看中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 优质酱香白酒资源和未来的市场潜力 这5.8亿的投入 主要还是想利用茅台当地酒厂的产地资源 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高档白酒品牌 并且通过自己现有的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 实现长期的盈利 你要像这个酒要像有多大量 我今天也发现了 像茅台镇只有这样一口酒 他才能生才做这个酱香酒 我相信除了茅台镇很难很难 我认为还是茅台的作用 茅台它是中国的国酒 它是个高端白酒 在茅台的引领下 然后就带动了人怀地方白酒的发展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茅台被公认是中国白酒的领头羊 但因为工艺要求独特 酿造环境苛刻 茅台酒的产量十分有限 市场上的真茅台一直意久难求 采访中很多白酒厂商都告诉记者 大量外来资本瞄准贵州白酒 和茅台受到市场追捧不无关系 所以茅台在这个价格的引领上 确实跟很多这个酱香型白酒企业 留出很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很多外来资本也是看重这一点 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提高 这个特别酱香型酒 特别是高端的酱香型白酒 有大一定的市场 酱香型白酒是贵州白酒的主力军 而茅台镇出厂的酱香白酒 被业内普遍公认品质最好 进入地处山区的人怀市的茅台镇 记者看到 并不宽敞的街道两旁 几乎全是卖酒的商户 一些居民家门口 也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用来存酒的大酒缸 记者走访了一些做酒的本地商户 他们普遍反应 尽管还不到今年白酒销售的旺季 但这里的白酒已经开始紧跳 在今年的生意怎么样 基本上能卖的酒都卖了 能卖的酒都卖了 大部分的酒都已经卖了 还是比较紧跳 今年相对来说比前几年 应该是最紧跳的一年 记者了解到 酱香型白酒一个新鸣的特点 就是地域性强 生产周期长 生产一年 存放三年 勾兑成型还需要一年 也就是说 一瓶普通的酱香型白酒 需要五年的时间 才能出厂销售 而且存放时间越长 价值就越高 马上 你就是马上生产出来 然后你转手卖出去 不经过存放 大概在25块钱 可能近赚就是5块钱左右 但是通过一年过后 那可能就是明年 你出生一年了 就可能就是至少是35块钱以上 如果两年以上 就是40以上 如果是三年以上 那可能是50以上 绝对是50以上 而且 欧辛奇告诉记者 在茅台镇 真正的出产优质 酱香型的白酒区域 不过几平方公里 因为土地资源稀缺 以及优质原材料的产量有限 决定了这里的白酒的 不可复制性和稀缺性 再加上这种酒 越沉取得越好 价值越高的特性 受到外来资本的追捧 并不足为奇 所以仁怀呢 就是到仁怀 它去做仁怀的酒 它的就是说 每年生产出来的 这个酱香酒 每厨成 就是时间越长 它的利息呢 比同期银行的利息 利息可能还要高 同时仁怀的白酒 主要是以茅台为主 它是高端白酒 高端白酒 首先它是量小 比较稀有 品质又高 这块呢 就是特别引起外债 特别是在约投资者 对仁怀的白酒企业 非常感兴趣 我们为什么没有在 我们是天津的企业 为什么没有在天津建酒呢 为什么没有到北京去建呢 我们偏要跑到茅台来 看重的是它的核心产区优势 而茅台镇 水 土壤 空气 气候 它独特的微生物的环境 决定了 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无法复制 张春新表示 他们集团一直 倾向投资原型产业 从1999年 投资改造这家酒厂 十年之后 也就是直到2009年 才对外销售 自己品牌的白酒 他认为 从长远看 这种折服还是非常值得 倾向于做长期的战略的投资 而不是这种纯粹的短期的贸易行为 那么其实我们天津到贵州茅台镇 来投资建酒厂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因为酱香型的酒 投资大 周期长 回报慢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强大的经济实力 没有一定的定力和耐性 是很难做这个产业的 但是 如果投资了这样的产业 它的回报又是惊人的 而且是一种长期的回报 2010年 这家酒厂的销售额 一举突破三亿元 成为茅台镇除茅台酒厂之外 产值最大的酿酒企业 张春新认为 市场已经充分验证了 他们当年对酱香型白酒的战略判断 那么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那么它的市场的回报 就到了一个突破点 而且很容易的 就会形成更大的市场份额 那么 大量外来资本的涌入 究竟会给贵州的白酒产业 带来什么呢 每新增一万千升 普通酱香型白酒 需投资50亿 每新增一万千升 农香型白酒 需投资28亿元 酱香型白酒 占到贵州白酒的绝大部分 而酱香型白酒复杂的工艺 和最少五年的生产周期 决定了酱香型白酒 需要大量的资金沉淀 才能形成规模 贵州省酿酒协会 副理事长龙超亚认为 贵州白酒正处在一个 飞速发展期 大量外来资本的涌入 对于贵州的白酒产业发展来说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我们就是说切钱 切市场 切品牌的宣传 那么这些外来资本进来了以后 不光是引进资本 引进资金 你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投资者 或者外来的一些 他的管理水平 他的一些市场网络 还有他的一些观念 引进来 这是一个双赢跟共赢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格局 龙超亚告诉记者 2010年贵州白酒的农产量 排在全国第13位 农产值排在第13位 这说明贵州白酒的附加值非常高 也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这里也并不是随手可以逃到黄金 投资者必须有长远的战略打算 不是说你投进去 就可以产生效益 关键是市场 那么我们资本进来以后 一定要和你投入的企业 你投入的产品的市场 跟品牌要结合起来考虑 不能就是说 我好像骗你都是黄金 我一投进来 一分钱我三分钱就拿走了 或者是这个是做不到 按照目前贵州茅台镇的行情 酱香型白酒的价格 随着年份的增长 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这个投资回报率 是远远大于银行的投资理财产品 那么这也是诸多的资本 追逐高端白酒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采访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一方面的大量的外来资本 涌入贵州白酒行业 而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白酒企业 他们却仍然在为资金发愁 那么这一冷一热 到底是为什么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来收看我们的调查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白酒投资 就在昨天 贵州茅台公布了半年报 58%的业绩增长 让人作舍 而整个白酒板块已经是连续三年增长 五粮业更是公布了出厂价上涨20%到30%的这样一个消息 那么这也说明整个白酒行业正处在一场持续的盛宴当中 整个行业前景看好 但是我们也发现 就在贵州有一些白酒企业 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陈小勇是贵州省前南州龙里县一个酒厂的老板 2009年 为了挽救当地的一个老酒品财 他花了168万 从一个浙江商人手上 回购了这种酒的注册商标 自身我对酒就感兴趣 我父亲就是在茅台酒厂上班 他出于茅台酒厂的这个职工 从小我就是在酒厂长大的 对这个酒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之后 陈小勇投入了数百万的全部加底 重新恢复了酒厂的生产 市场销量也还算不错 但是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 现在我主要的投资是在这个教程的酒上面 因为这个酒是一个特殊的商品 它的这个生产周期比较长 在这方面挺压前的 总体一下应该是七八百万吧 今年陈小勇想诚是扩大工厂规模 但是苦于没有资金 扩大规模的话 目前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 大概是一千四百万左右 但是一千四百万左右 但是我们给银行贷款的话 基本上是不难从从 没有抵押 在仁淮市的茅台镇 记者随机走访了一些中小酒厂的老板 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融资问题还是难 我看到有很多浙江附近的老板 过来这个投资这个酒厂 多吗 全都这里都有 你们这也多 多 到处在圈地了 他们投资的比较多 去年和今年就多了 去年和今年 那你们酒厂没有说是去外地 到着商 一些投资 这个小规模 还有没这么多精力 还有这个资金 根本上有人家的要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尽管外来资本投资火热 但是因为中小酒企业规模小 固定资产少 就出现了外来资本攀不上 银行贷款门口高 贷不到款的尴尬局面 你找这个银行贷款 这个酒的企业 它跟其他有些行业不一样 它没有形成很多的固定资产 它就是一些生产线 一个包装线 就是酒库 那现在酒库这些是不能做银行贷款 抵押的 所以它要直接贷款 给银行贷款也很困难 在龙潮亚看来 这些中小酒企业的尴尬 其实也是贵州白酒业发展的尴尬 而贵州白酒发展中的问题 也远不止这一个 2010年 贵州省规模以上的白酒产量 仅16.04万千升 在全国排名13位 占全国产量的1.8% 仅占产酒大省四川的7% 龙潮亚认为 产量小 产能不足 是目前贵州酒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 做不大的原因 一个跟酱香酒的特点有关系 另外一个跟我们酒 贵州酒厂的整个发展历程中 经历了一些曲折的发展过程 那么又加上这几年 加上资金瓶颈 还有土地瓶颈 环境瓶颈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市场 市场这一块还没有完全打开 所以企业不敢做到 茅台镇的赤水河两岸 是贵州高品质酱香白酒的主要产地 城区面积1.7平方公里 包括茅台在内的数百家酿酒企业 集聚在这里 土地资源稀缺 一直是制约这里酿酒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资金 品牌 工艺各方面我们都有很明显的优势 但是土地是严重制约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企业 在大量扩建的时候 对土地的需求非常大 但是可惜了 我们的计划 还有我们的配套的政策 跟不上我们的整个企业的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土地资源是太稀有了 太稀有 而且非常稀有 现在我们人怀适于种子生产江湘酒的土地资源 基本上用于土花奖 基本上被瓜分完了 因为受到土地资金等制约 数量上占到茅台镇大多数的中小酒企业 一直难以做大 而茅台一直占据老大的地位 据了解 2010年 茅台集团完成白酒产量4.8万千升 实现产值150亿元 占全省白酒总产值的73.7% 全省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252家 但规模以上的企业仅61家 而产值达到一元的企业也只有16家 也就是说 茅台集团占到整个贵州白酒产值的绝大部分 就是所有在我们的这些主要经济指标里边 我们这个贵州茅台酒啊 它占了三分之二的分量 那么就是说 整个酒 虽然我们的指标很好看 但是呢 就是很多都是茅台酒做的贡献 我们贵州其他的二三线 包括我们的老的八大 八大名酒 那么这几年的发展的比较吃化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龙超亚认为茅台一直独大的局面 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 而贵州白酒产业的发展 最终离不开中小企业的支持 我们的想法就是做几个比较大的大集团 把小的企业把它通过战略性的重组 把它联合起来 然后呢 同时把小企业把它带起来 逐渐的通过一些合作 或者说这种坚定啊 那么慢慢的要做强 就是说我都不要十个指头伸出去 要一个拳头伸出去 那么这个小企业的这种合作 那就包括了我们的小企业的思想观念 我们小企业的这个战略定位 还有小企业的管理水平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 我们就是进行发展的那种 鼓励和支持小企业把它做强 目前国内的农香型白酒 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 而酱香型白酒只占5% 采访中很多的酒厂老板告诉记者 这一两年特别是今年 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 酱香型白酒的市场需求 在不断地扩大 现在看市场上 这个对酱香肯定需求是无不得增大 需求还增大 对 需求还增大 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可以 前进来的比较可以 我们还准备在扩建车间 今年上半年了 我们的比同期 去年同期的消息收入 已经超过了去年百分之90 预计啊 今年我们的消息收入 可以在去年技术上翻翻 对于未来几年酱香酒的市场前景 很多业内人士都表示非常乐观 感觉呢 五到十年之内 酱香酒都长期处于一种 供不允求的这个 这种局面 近几年的酱香白酒 在茅台的带领下 应该酱香白酒 成立一种紧喷的态势 我认识 今年六月 贵州省政府提出了 未来贵州白酒产业的发展目标 到2015年 全省白酒产量 确保80万千升 力争一百万千升 占全国白酒市场份额的 百分之十左右 白酒工业总产值 确保1300亿元 力争1500亿元 培育一批名优品牌 新增六到十个中国 持名商标和一批著名商标 到2020年 贵州省占全国白酒市场的份额 争取达到20% 通过这个酒产业的发展 带着贵州经济的发展 白酒投资者 让眼下的投资品种又丰富了起来 大手笔的投入当然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回报 但是出现像贵州茅台镇这样的资本扎堆的现象 依然在提示日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毕竟此前大多数的投资品种 价格都是出现了暴涨暴跌的现象 投资与炒作之间需要特别清醒的头脑 我们知道谁掌握着未来 谁将拥有世界 我们也呼吁给民间资本更多的出路 跳出低水平重复投资的这种传统的产业 同时不浮躁 由远见 营造一个宽松成熟的环境 引导巨额的资本流向 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